歡迎大家來彰化 探索彰化環球續 我們在活動同時也一起做公益 公益是打電話來問 因為我們這幾年來舉辦親子共學 探索彰化環球續的活動 每年都是秒殺 今年很多的家長會打電話來問 我們也是一直在檢討疫情的關係 但是我們把活動跟我們所列出來的 六大風險的評估 那起來的話 應該因為活動都是在破壞 而且我們的人數並不是很多 那所以說後來我們也評估了 一樣也是連續來辦理 那這次的活動是從這個 總共有五個面向 包括有生態保育水質調查 人文歷史 以及習時議題的幾個面向 那在這邊要特別來謝謝有幾個協會 包括我們彰化縣碟鳥協會 還有就是愛麗之樂園 以及彰化縣就業能力的教育協會 以及田中正觀光商圈的一個發展協會 還有清水岩的生態文化創意協會 那這五個協會一起來共襄盛舉 那總共有41個T4 2400個名額 我們在4月1號上午9點開放報名 那一直到每個T4額碼為止 那這一次呢 每個人只能選擇一個T4來參與 那這一次跟過去比較不一樣 我們這一次有把我們的這個 生態環保的東西 跟我們的這個愛心相關來做公益 一起來做結合 每人的環遊捐100 那公益愛心就會百分百 那會把大家的這個100塊錢 我們會完全捐給我們的一個社會救助金的一個專務 來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讓大家也能夠這個 在站在這個土地關心我們的這個生態保育 以及我們相關的這個環境的過程中 還能夠來做愛心 那也透過這樣的話 可以讓我們的孩子們更了解這塊土地 更來站在我們這塊這個報導 那我想在這邊還是再次的歡迎我們所有的鄉親 記得4月1號早上9點開始 我們一直到鵝滿為止 最後再一次的謝謝各個協會的 余佩的也恭祝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們 大家平安快樂 祈祥 謝謝 新幾天我們現場特別到 賞伊町區關心我們不認命防疫過境的情況 結果為了這樣的今年不認命防疫 破我們27年來的紀錄 到昨天為止28484隻 比以往多了1萬隻 超過今年應該有機會超過3萬隻 對 這是我們值得非常開心的地方 那可是我們的活動呢 我們會正好錯過人養八卦 因為這次的活動發明的時間比較完 我們接下來可以帶大家做什麼事情 我們帶大家到賞茵柱的柱子那邊 停下來之後往裡面走50公尺 50步就好 走50步之後停下來 大家感覺一下 那你的陰壓跟外面非常的不一樣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的話 你可以感覺到裡面那個聲音的那個壓力 降低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你開始發覺 欸 葉子從風中掉下來 看到地板的聲音 你聽得到 然後風吹過來 葉子跟葉子直接摩擦的聲音 你聽得到 你慢慢的可以用你的皮膚 用你的眼睛 用你的耳朵 用你所有的感官 去感覺大致然環境的不一樣 從那裡我們用很慢很慢的速度帶進去 你就可以發覺 你看到你以前從來沒有看到的東西 那至於你會看到什麼東西 掛起來祕密 你要參加你才可以知道 就是在荔枝樂園呢 在彰化的分源鄉 暫定4.3公尺 非常的廣闊喔 那裡面呢 也有全台灣唯一一顆荔枝大王 這個時候呢 剛好是荔枝花開的時候 在荔枝花開的時候呢 必須要透由蜜蜂蝴蝶 來採花蜜壽花粉 那到時候我們活動舉辦的時候呢 剛好呢就是我們呢 採荔枝的時間 那所以呢荔枝蝴蝶呢 對我們人類的生活來講的話呢 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如果沒有荔枝蝴蝶來採花蜜的話呢 我們就沒有荔枝可以吃喔 所以荔枝蝴蝶是我們的好朋友 但是呢 現在荔枝蝴的數量呢 正在積聚的減少 為什麼呢 這是一個秘密 所以歡迎呢 我們所有的親朋好友 大家可以大手牽小手 一起快樂的呢 來採尋蜜蜂消失的秘密 我們一起來找尋我們的荔枝蝴蝴 我們一起來找尋我們的荔枝蝴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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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透過水質與土壤 瞭解我們的盛產是我們的蔬果 那中午的時候呢 就帶領大家從產地到餐桌 然後呢 來享受一個健康的美食 下午我們有一覺一樂的桌遊喔 這些桌遊有哪些呢 有生態的桌遊 有水質保育的桌遊 歡迎大家一起跟著我們來 擁有我們的動物心 這次安排的活動是洗食料理 以前是用眼鏡吃飯 所以講求的是剩下會拒絕 那可能這樣子會導致生態很嚴重的破壞 那我們現在也是要用頭腦來吃飯 就是除了吃了健康之外 也要講求到環境抹去喔 所以這次的活動呢 就是我們要帶領大家 然後來品嘗習食 然後要習福 然後再造福 這次的活動呢 主要安排就是說 我們帶大家去採集野菜 野菜就是很健康營養 老天有種的食物 不需要太多的農 一樣就長得很好 其實又很營養 然後我們在做洗食料理之外 我們也會請太陽公公來幫忙煮飯喔 因為這是能源的有效的運用 的一個推廣 然後之後呢 中午就是會吃非常好吃的 全食物的洗食料理 還有我們也會用社頭 我們在地產最好吃的土鳳梨 符合結硬的 符合在地產的這種食物 鳳梨 來做降鳳梨的醃漬 而且它也是很環保很健康的 我們很傳統的這個 我們的食物 做這樣的油整 然後下午呢 我們就會帶大家去做我們的雙腳 去做低糖旅程 去做戶外的探險 所以整個活動是非常的健康安全 而且都是在顧外 尤其現在的疫情這麼嚴重 大家一定要走出戶外 在保護好自己的範圍之下 從事健康的活動 可以提升我們的身心等的免疫功能 所以我們武力全國的親子 一起來參加更好的活動 很多豐盛的活動 第一個就是在探索我們 田中三代 三代同堂的火車站 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很傳奇的人物誕生 就是據說啦 是我們前縣長 左縣長他就是在那個 第一代的老火車站裡面誕生 我歡迎各位有空我們去探索 第二個 就是我們會到貓村去 貓村呢 他不是整個村子都是貓 他是我們那裡有一個叫做田中陽 那田中陽呢 他是為了布置整個社區 他用了很多心力喔 用那個他的材料 還有他的創作 把那個村子布置 用那個沿土把它燒成 那個貓每次造型都不一樣 都放在那個村落裡面 很多現在變成一個很 很多人常去的一個觀光景點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玉米娃娃 玉米娃娃呢 他是用那個玉米來 換白蛤 就是環保 非常非常的環保 就是在利用 然後做成一個一個很美的很美的那個小娃娃 那整個活動的過程 會經過我們的八寶圈堂一大 那也是我們田中麻辣中 最重要的賽道之一 感謝各位歡迎 各位鄉親來遊玩 歡迎一起來彰化 探索彰化還優秀 那我們在活動同時也一起做公益